午睡 超華麗的大型電子花車 在土城板橋中和一帶繞境 這間擁有235年歷史的 土城一種大木工 被稱為是全台最有錢的音廟 不同於其他廟宇祭拜神像 這裡專門祭祀 反清復明的烈士 信徒超過120萬人 百年香火定勝至今 網路上有聽說 就是求財滿有名的 總廟產超過50億元 靠的是信徒常年捐贈 而讓廟產雄厚 大木工光在忠義路 就有9000坪的土地 海山地區還有20甲的山坡地 加上20間透天座 每年所收租金超過1500萬元 身家雖然豐厚 相對稅金也很重 大木工為了改制成為財團法人 和新北市府多次槓上 想到財團法人還有保障 一直保障下去 不然一個人來做當總市長 就把他賣掉怎麼辦 法院曾以涉及組織性變更 駁回大木工訴訟 更表示要廟方開信徒大會決定 但光是120萬信徒 掛號信費就高達3000萬 種種難關改制案卡關7年 終於在2018年變更為財團法人 審查大木工符合成立財團法人要件 其組織章程設立宗旨 都符合公益信職 並且經法院裁定 成為財團法人後 過去每年要繳得千萬地價稅 則享有減稅措施 但同時也代表著 大木工所有金流都得公開透明 讓所有信徒得以檢視 成為財團法人